2015年,百岁老人汪东兴在北京去世 从警卫员到开国少将 从毛主席助手到中央副主席 汪东兴一声辉煌 可最让人津津乐道的 莫过于他和主席一师一友的一生之一 可奇怪的是,自从主席去世之后 看着毛主席的孩子们长大的他 却很少和毛家人有来往 直到他临终前说了一番话 才为他的葬礼上信来了一位极为特殊的客人 这位神秘客人正是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 而他此番前来正是因为汪东兴的临终一宴 那么汪东兴临终前又说了什么 欢迎百多搜索汪东兴去世 了解更多历史故事 点个三连,精彩故事马上开始 或许就连汪东兴自己都没想到 自从毛主席去世之后 许久没有联系的毛家人 竟然会主动出现在他追悼会上 可对于毛新宇来说 参加汪老的追悼会 却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因为在这个世上 或许汪老已经是最后一个 和毛主席相交甚厚的故人 可这位故人第一次出现在毛主席面前时 毛主席却多多少少有些难以置信 因为那个时候呢 他不过是一个13岁的小细牙子 可就是这个细牙子 却一路跟着主席爬雪山过草地 一路走过了25000里长征 或许正是这段经历 在抵达岩后 汪东兴逐渐成长为主席的警卫员 而两个人的友情 也从这个时候正式开始 从延安的瓦瑶堡到北京的紫禁城 汪东兴跟着主席 从战火纷飞到和平安定 整整走了十几年 两个人的关系 也从原来的上下级变成了一师友 可多年的陪伴 甚至让汪东兴看来 毛主席和他父亲也别无二致 以至于就连毛主席自己都说 有汪东兴在的地方 自己一定放心 可身后的感情在实践的洪流里 都显得那么单薄 1976年 当毛主席去世的消息 传到汪东兴而边时 这位开国少将 见识过无数生以死别的将军 第一次哭成泪人 甚至于失魂落魄的汪东兴 还亲自守在主席一体旁边 久久不肯离开 主席去世后 因为自己在粉碎行动中的贡献 汪东兴进入中央 成为了国家数一数二的领导人 可在这位将军的心里 他却一直惦记着一件事 那就是如何整理好主席留下的文化遗产 四年以后 汪东兴辞掉了所有的工作 一方面是为了整理毛主席留下的文件 另一方面 汪东兴也是为了响应邓公干部年轻化的号召 将更多实践的机会留给年轻人 退出核心的汪东兴 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退休生活中 因为担心独私人 汪东兴只是暗中关心着毛主席后人的生活 除了当年的搭档华主席 他很少在大庭广众下接触其他人 少有的几次公开露面 汪东兴几乎都会出现在毛主席纪念堂 用他自己的办法 缅怀这位亦师亦友的伟人 2015年 百岁高龄的汪东兴与时长辞 临终之前 他也说出了那句 憋在自己心里很久的话 我这一辈子只做对了一件事 那就是跟随和保卫了毛主席 我感到很幸福 死而无憾 事实上汪老对毛主席的这份感情 又何止他自己一个人记得 所有的毛家后人 几乎全都铭记在心 或许正因如此 毛主席孙子毛新宇 会出现在汪老的追悼会上 而汪老和伟人的友情 即使时隔多年 依然让身为后来人的我们 打心眼里感动 我们明天再见 请回来 请回来 感谢观看